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双11 11月11号 剁手的一天 但是我们看到美股 似乎也有资金流在不断的流入买买买 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美股已经开盘一个多小时了 11点15分美东纽约时间 今天早上直播晚一点点 开麦录播晚一点点 因为早上刚刚呢 跟大家互动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最近有很多新的学员加入 我们感谢大家的加入 那我可能会在接下来几天 甚至可能周末有时间的话 我会专门录一个视频或直播 讲解一下新学员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内容 那很多同学可能已经加入几天或一周 对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看法 也欢迎大家有些意见反馈回来 及时的告诉我 或是任何学员的工作人员 助理小孩都可以 对吧 然后你有遇到什么问题 也欢迎告诉我 这样呢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新人指南 重新更新一下 或者说帮助大家更好的过渡适用这一个月 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 如果说能够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属于的地方的话 一起共同成长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 一个功德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功德 简单的说一下housekeeping 然后呢看看大盘 那我们知道最近的市场的节奏 就是在辉瑞制药的疫苗带动下所点燃的 那大选基本上已经过去了 这边也不要说什么川普翻盘 或者说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都是阴谋论 我们还是看盘比较重要 我感觉市场已经完全放弃了川普这边可能翻盘的可能性 已经moving on的 而且如果川普真的是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市场可能早就会有反应 或者说早就已经翻盘了 而不是说拖到最后 那据说现在接下来就要等12月14号 最终的这个法定选票宣布 这个到底是拜登是不是总统了 我觉得大概率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川普可能最终还是会黯然退下 自己慢慢的淡出这样的一个舞台 那市场这边基本上已经price in了拜登的一些涨幅了 对吧 那我们看到像这种大麻 这也都属于是拜登板块了 下来了 然后太阳能 对吧 ICLN新能源 包括一些电动车 最近我们看到都有很多冲高回落的一些迹象 当然电动车我觉得还是有后续更强势的表现 包括科技股今天还是不错的 有不错的一个反弹 包括这个fanstyle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一个15分钟 开盘触底到午后的拉升 然后巩固 今天早上高开不断高走 尤其是像苹果 Amazon 等权重股 我们看到高开高走 然后骑行 盘整修正 并没有破位 并没有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说明短期的15分钟趋势 我们看到很多趋势已经开始什么 转头向上 那在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转头向上反弹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大盘整体来说会更加的健康一些 因为没有科技成长这些权重股的拉动的话 我觉得大盘是很难向上的 单靠道指或单靠中小盘一些小股票 或者说一些无聊的价值 传统板块 我觉得市场是会有长期的压力 但是可能不会大跌 但不要期待会大涨 标普派可能更多是走平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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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 那如果说有科技的 短期的这个带动的话 我觉得市场 其实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跟活性 但是也不要忘记从日线图来看 从30分钟小时图来看 其实我们看到科技还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下降趋势 尤其是这边市值排在比较前的大的科技龙头 除了Facebook这边 我觉得好像是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 然后进行了一个回踩以外 谷歌可能稍微强一点点 并没有破位 京东拼多多这些双十一剁手概念股 阿里巴巴这边受政治因素影响 显得较弱我们看京东跟拼多多 稍微强一点点对吧 然后半导体很多 其实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弱势 Netflix也是在区间下沿 微软的话呢 这边也是似乎跟Facebook也是一样的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科技股当中 其实有一些强者 也有一些弱者 也有一些不作为者 总体来说我们看到科技股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即使说是疫苗的带动下 对科技有一些短线的冲击 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市场 无论你单看价值 传统美国本土的公司 钟小盘或者说道指 很健康对吧 没什么问题 科技股也是仅仅是一个小的回调 而且这个回调可能更多 目前我们看到是比较健康的 从集体上来看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比较弱的 像Netflix 但Netflix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Netflix最近率先 尤其是昨天率先反弹的一个 Netflix昨天我们可以看到 5分钟度15分钟度 他是率先先走出底部的一个 当然也是因为他跌的比较多 我们看到昨天开盘 Netflix就开始一直往上走 然后一直横着 这些迹象其实都告诉我们 科技股在不断的恢复 尤其是跌的比较多的 Netflix率先恢复 然后其他的像苹果 这些大哥慢慢的也跟上了 所以这些小的一些迹象 其实告诉我们科技这次 并不是世界末日 当然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回调 等待着他们 如果他们在日线或小时途 遇到更大的阻力 或是更多的卖压 或更多的政治性新闻出来 但短期我觉得一切 目前还是向好的 当然这是从已有的价格表现上 来看到的 当然现在我们看看一些 最新的一些信息 比方说这个Vault的ADDT 每天我们看的资金流很强 买量纳斯达克跟纽交所的买量 今天都是向上的 然后纽交所稍微差一点点 1.35比1 刚刚一度有翻率 但是现在又持平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卖压 对吧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卖量 就可能有些小些 小一点点的卖盘 但很少 对吧 基本上是买卖均衡的 纳斯达克今天是有买盘介入 这两天纳斯达克是比较难看 但是我们看买盘马上恢复回来 而且我们看到卖压 纳斯达克的卖压也非常非常的浅 所以我觉得大资金并没有放弃科技 只是可能小量的流出科技 转到传统板块 然后逼空 然后导致传统板块 价值板块有大行情 但是这个大行情对大盘来说 我们看到并不是一个积极的 我们还是需要传统 还是需要科技 跟传统相辅相成 轮动的带动的市场 尤其是科技成长权重比较大 我们看到ADD的话 纳斯达克也恢复的比较快 今天传统板块的ADD稍微弱点点 但也是在零线附近徘徊 并没有拖累市场 TIC的话呢 我们看最近传统板块的TIC 从周一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卖的趋势 到现在开始转 周二周五以后开始转 对吧 传统板块又开始的恢复的一个上行 那科技板块我们看到从 这个周一有卖 然后到周二很快 马上又恢复到现在 我们看这个TIC的趋势还是向上的 所以只要这个TIC维持在零线以上 或整体趋势在向上 或大部分时间是向上的 或在零线以上的 那我觉得这个买盘来看 短期的买盘 还有成交量 还有市场的内部情况 上涨下跌的股票的净值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比较积极向上 这是日内的这样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不要看跌 今天不要过分的看跌这个市场 另外我们看这个恐慌指数 市场目前现在看来 从VVIX的角度来说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解除风险 我觉得VVIX如果这边继续向上的话 大盘会有更大的风险 但我们看到VIX 一些其他的VIX短期的长期的VIX品种 确实是最近上来 然后现在又开始Rollover 尤其是9天的VIX 我们看到什么破了一个低点 说明短期目前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但是未来的三个月六个月 我们看到还是有些风险的 近期我们看到VIX 标普500的VIX 还有科技股的VIX 科技股的VIX 尤其稍微强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成也科技 败也科技 今天市场之所以反弹 或者说这两天市场开始有稳定 周一的sell off下来之后 blow off top 周二周三 还是靠科技 但是科技接下来 成败也是决定于在科技 市场的成败也是决定于在科技 我们看到科技的VIX 比标普500的VIX 走势要稍微的好一些 标普500是Rollover下去了 说明整个标普500 整体市场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当然里面更多是因为权重 是更多因为是价值 传统在这里面 有些依托 但是我们看到单看科技的VXN 纳斯达克的标普500的 纳斯达克的这个恐慌指数 波动指数 我们看到是确实是相对来说强一点点 但也是在 对吧 冲高 然后回落横盘 VIX期货 我们看到昨天并没有出现更高的高点 其实就意味着说大盘可能跌不动了 3500 目前标普500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 那只要3500这个位置 我觉得不击穿 短期我期待着这边10分钟的超卖 任何区间下沿的dip buy 然后看上去3580 然后60分钟这边 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也是有很强的一个底背离 对吧 那60分钟现在有点超买了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矛盾的 另外4小时的话 我们看到已经不再超买 甚至现在走到中立零线附近开始圆弧转向 就从更大的角度来说 我们这边其实还有4小时 说不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折 然后来到3587 这个跟10分钟刚刚的这个图 其实是有一点吻合的 10分钟的目标也是3580 然后60分钟的话 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超买的一些短期的一些 需要修正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当然只要今天早上的低点 也就是3550不破 3550也是近期 我们看到在这两天盘整 一直过不去的位置 然后今天终于早上高开突破 然后向上回踩的位置 那只要回踩的这个位置能站稳了 也就是3550不跌穿 我觉得短期的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最小阻力位 或者最小的阻力趋势还是向上的 所以这边 我觉得还是倾向于向上 看能不能往上走一走 对吧 往上走一走 然后来到更高的位置 3570以上到80 可能这边会有更大的阻力 尤其是3587 这个是前高的位置 也是我们看到在周一 中午午后站不住 然后最后崩盘向下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那我们可能需要retest of this point 然后再做最终的决定 我觉得很有可能 retest完之后会向下 甚至不一定会有这个retest 直接向下 所以这边 接下来我就有逢高做空的机会 对吧 当然短线这两天 by the dip works it works 那原油传统板块 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就原油这边 四小时日图 其实我觉得也是涨到了一个 一个接近镜头的一个位置 四小时超买 包括日图这边来到区间上延 然后先行指标 并没有后续的给予强势的信号 反而先行指标 红绿开始向下 然后紫色向上 紫色是价钱 先行指标是红绿的指标 先行指标向下 这边并不支持原油继续向上 所以原油要小心 传统价值 可能也会有些走弱 尤其是可能更多 最近涨的比较多的能源相关的板块 对吧 能源相关的板块 当然能源相关板块走弱 也会拖累航空公司 也会拖累银行 所以从而会拖累所有东西 从而可能会拖累所有东西 这里可能我觉得 对整体市场来说 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黄金白银 最近其实我们也说的非常的明确了 非常的明确 美元怎么走 黄金白银 我们就怎么看 那最近我们看到日元向下 说明市场是有缓解 澳日向上 说明金属行情是值得期待的 然后我们看到每日走上 说明市场这边风险是不断的在缓解 对吧 但是这边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最根本的这个货币 就是美元本身自己的走势 美元只要最近的低点 6号9号低点不破 92附近 包括9月份的低点 90的这个91块7 这个地方不破 对吧 我觉得我们就可能还会继续的反弹上去 甚至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反弹 当然更大的趋势 从月线周线 这边我们也讲的比较清楚了 月线来看没有明确的趋势 但周线来看就是向下 但是不要忘记 这边月线跟周线 有一个长达十多年的一个趋势线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美元这边就反弹了 你看到这个长达十年的趋势线 一直以来对美元有的非常强的一个中远期的指引 当然我不期待说美元就此 这样子蹦蹦蹦往上走 对吧 这个可能性有 对吧 但我觉得这边其实政府的刺激 财政刺激 包括这个 美联储 基本上已经开启了一个量化宽松的新的时代了 政府跟美联储相辅相成 政府的财政刺激 包括世界央行的财政刺激 在这个疫情时代下 可能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可能跟之前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当然历史可能永远会玩同样的套路 对吧 也不一定 You never know 但我觉得这边大家还是要多小心的 就是美元短期在支撑位的这样的一些积极的反应 当然最终可能roll over and die it happens 支撑就是拿来测试的 测试失败 当然就会跌破 如果测试成功 那可能就会有反弹 当然反弹之后过不去96 95 可能也会往更低的位置走 所以短期美元我们的看法非常的明确 就是看反弹 当然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大的反弹 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政治性的一些东西 经济性的一些政策预期在这里面 而且前面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对吧 包括现在谁是总统 也没有说完全能够敲定下来 但我觉得大概率拜登会总统 拜登当总统还是一个弱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同时更重要的是弱势美元的策略 对这个黄金白银的影响 以及对其他的板块的一些影响 因为弱势美元利好科技对吧 然后利多黄金白银对吧 然后对传统板块来说 可能不太好是吧 因为美国传统板块 美国国内的公司如果更多是用美元 进行结算的话 那可能会有些压力 因为美元走入购买力会降低 对对美国或是美国本土的传统公司 可能不太好是吧 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更深远的一些影响了 但目前我们看到日线图周线图还有说月线图 其实给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对吧 周线图你看完全这边美元有很多其他的走势 在这里支撑破掉 对吧 完全可以roll over and die 来去到这个位置 90甚至更低的位置 我觉得可能更长远的看可以去到这个位置 对吧 但是这里完全也可以再往上反弹 然后来到这边 然后roll over and die 这是周线图 月线图 我们在一个更大的支撑下面 对吧 这个更大的支撑下面 until the support brea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里 除非他破掉了 要不然这边我们还是不要太坚定的去 这个看涨黄金白银 甚至说是这个看涨看跌美元 但我觉得美元最终可能会参考这个 最终可能会像这样子 可能会像这样子 往更低的位置走 我觉得可能会 可能会 那现在我们可能还是在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 可能在一个初期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黄金白银从更大 更长远的角度来说 我是看涨的 但是目前短期我们看到明显的是周期图 白银跟黄金的周期 日途周期都在上面 所以小心黄金日途周期已经下来了 黄金最近相对于说白银来说较弱一点点 回到前低的位置 这位置这个1850 这个位置已经是测试了三次了 前面测试了四天上去了 然后这边测试了一天上去了 这边又测试连续三天 这位置暂时没有击穿 但是一旦如果击穿的话 小心已经三次扣响了地狱之门了 那这边如果一旦开门的话 就会红炸 这个红蟹一般开炸就卸下来了 那这边可能会有很好的做生逼的机会 抄底的机会 那黄金这边我们也是关注的 但是目前传统经济如果恢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对白银的需求 其实也是支撑白银价格向上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契机 我们看到白银明显的低点不断的抬高 并没有想要去回测前低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白银我个人是更看好的 所以黄金白银这边很好做了 Pair Trade原来是什么白银较弱 我们做空白银 然后看涨黄金 那现在我觉得可以反过来了 怎么样做多白银 所以接下来我会找机会做多白银 希望黄金下落会带 带起白银往下走 那白银这边我觉得是首选的抄底的目标 首选的抄底目标 除非说近期的低点破掉了 但我觉得这边更保守 更好的一个操作 也是适合大家去考虑的一个操作 就是什么 直接做多白银的同时做空黄金 黄金较弱 所以我们做空它 然后白银较强 所以我们做多它 然后这样比例各方面可以调整一下 做一些swing trade 然后可以达到一个差价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也就是说当白银如果相对于说黄金走强的情况下 那如果我们这么去做的话 那两边的差价最终会导致我们会有一个利润 而且这个利润的话 如果说你做得好的话 风险控制的好 仓位控制好的话 也是会有不错可观的利润 用期货来做的话 杠杆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你用期权去做或是用股票或是ETF去做的话 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就这边可能更适合用 用这个GC或者说 SI的这个期货去做可能会好一些 对吧 如果要用期权去做的话 可能不太好做 可能不太好做 因为当中会有些耗损 就直接用期货来做可能会更好一些 另外如果说你不会做期货 无所谓 你说我就会关注一些ETF 关注一些股票 也可以 那就等黄金的大底去抄底 或者说等白银的机会去抄底 也可以 那当然我首选这边还是要我的偏见 白银优先抄底 于黄金 因为白银最近表现相对较强 而且传统经济工业上的需求 对白银的价格支撑也会更强 美元短期 看反弹 但是更长远的话 I don't know yet could be going a lot lower could be going a lot lower 我们看这边VIX 还有说大盘 继续按照我刚刚说的走 那今天科技股票的带动下 大盘继续向上 然后呢 传统板块只要不拖累 对吧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看传统板块已经拖后腿 拖了大半年了 对吧 一直都是传统板块拖后腿 但是我们不需要传统板块 大盘也可以往上涨 所以这边 只要科技不弱 对吧 继续向上看 然后呢 我们等待往上继续 接下来可能会有些做空的机会 那如果大盘的话呢 这边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话 慢慢起稳的话 我觉得个股的话 有很多机会 最近我们开仓了不少的个股 石盘群 黑马 中长线 都有新仓位 大家回到各自的群组里面去查看 那今天早上也有些同学 推荐了一些新的股票 我看到也不错 这个Grow Generation 有机原意零售商 这更多是有机大麻的 跟我之前推荐的VFF有点类似 这支股票我觉得挺好的 但很可惜 好像今天财报 所以财报的话 我们先观望一下 财报之后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介入 VFF很好 继续拿着 这支是唯一 目前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持有的大麻 而且基本上非常好 完全无视于什么MJ这些什么大起大落的行情 当然MJ之前炒作一些大麻炒作很凶 但我们看到现在回落的时候也很凶 直接炒上去 你如果这两天入场的话 那基本上你被埋掉了已经 那如果你入场的找潜伏的话 那不错 之前我们也潜伏了好几只不错的优质大麻 像SNDL 这也是配马群的仓位 我觉得这支还是可以继续找机会介入的 昨天也是很好的一个DEP 最近如果还有DEP的话 这支我觉得也可以再考虑 往更高的位置看 看到一块钱更高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大麻是有区分对待的 有些好的优质的大麻 我们会继续长期的关注 甚至去寻找后续的机会 然后同时也感谢大家新的一些选股 像这个刚刚说的这支对吧 也是一支新股票 新上市没多久 去年才上市的 没多久吧 17年就上市了 不好意思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财务情况 各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他的营收是不断的 成长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支股票最近才开始爆发啊 我一直看到异动 我原来以为他是一只做这个基础原料的 没想到他是做大麻的 今天早上有同学一语点破 我看了一下 听我意思的啊 可能后来转型的吧 后来我看到他原来我原来原来以为 他是做什么原液的啊 跟工业啊 什么基础原料相关的 后来我同学说他是做大麻的啊 也可以想得通 对吧 这方面还是转型的话还是可能更赚钱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这边也是转型做大麻的 跟这个VFF原来也是一样 VFF原来也是做有机农场 你可以看他的product 我看他原来以为他是做这些工业的 基础原料啊 一些工业设备啊之类的东西啊 据说现在是转型做大麻了 然后看他的营收成长性 从原来的啊几个million到现在可能翻倍到上百两百个million啊 然后这个EPS成长性也是很强 营收成长性很强 可以看到估值依然还是我觉得比较合理有空间的 所以这支如果财报之后有机会的话 介入对吧 然后VFF这支也是很好的股票啊 还有我刚刚说的这个SNDL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啊 这个也是一支重大麻的啊 重大麻的啊 呃太阳能类的这边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机会 整个太阳能这边刚刚我说了可能被抹杀了啊 拜登的这个行情基本上已经过去了 当然后续可能还会有机会 我们再等一等 然后今天早上有同学说中盖有些挺强的 像默默啊 今天早上也是有很大异动 之前也是有过一波异动 然后从14块钱涨到了16块 那今天早上异动也很强 开盘如果大家有在示范群看到的话 说不定最近去还有几毛钱的利润啊 如果说这边回踩一下的话 我觉得这只是从估值上来说 我觉得值更高价钱 但很可惜他成长性 或者说我没有看到他太多亮点啊 疫情过程当中很多股票都已经回去了 对吧 但他还是在低位甚至一直往下跌 感觉被市场所抛弃了 但不排除可能会有些补涨 对吧 最近可能有些资金从阿里巴巴这里流出了 可能想要去找一些别的东西 对吧 阿里巴巴这边短线日内反应过度的话 是有些抄底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机会 可能还是在京东跟拼多多这些 尤其是拼多多啊 连续不断的资金流异动 就不用想了对吧 就找机会buy dip啊 阿里巴巴的dip就是京东啊 或者说拼多多最好的机会啊 那阿里巴巴这边最近是有一些政治上的 一些新闻 无论是蚂蚁金服的这个暂时搁浅 以及反垄断法啊 我觉得这些对阿里巴巴将会营绕一段时间 但是从估值上来说 我觉得阿里巴巴短期内从300多以上回调下来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如果对业务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 更多可能就是一些阴谋论或预期上的一些调整 情绪反映过度的话 我觉得阿里巴巴这一次回调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像这么好的成长性的股票 P值2017去哪里找对吧 根本上是找不到的啊 所以觉得阿里巴巴其实有更长远的机会 但是从图形上来看 这边确实是破位了 像这种大的股票 像苹果从高位回调30%要不要 当然要了对吧 那阿里巴巴从高位回调下来 这里虽然说没有30% 如果回调30%的话呢 可能要到2005左右对吧 所谓30%的话那是90块钱 也差不多了啊 如果按照今天这个低点来算的话 已经回调20到25%了啊 那像这些股票你要不要对吧 像这种大的科技蓝筹 对我来说 这些科技蓝筹 如果从高位回调下来 如果整体市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目前我们还在一个牛市板块轮转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下啊 牛市或说这几年牛市最明显的一个效应 就是什么板块的轮转 不同板块之间 现在是传统价值之间不断的轮转 对吧 那板块的轮转加速轮转 那才是冲顶的迹象 那如果说目前轮转还是健康的一个节奏下 各大权重股 各大科技股 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情况下 对吧 政治经济各方面一切向好的情况下 向稳的情况下 那阿里巴巴像这种大的股票回调 到二三十个percent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对吧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啊 尤其是这些股票 我们看performers per month 阿里巴巴 还有Amazon 英跳 Amazon还有这个Netflix 还有这个英伟达对吧 performance per month都是回调10% 然后还有些per week per quarter 如果跌的话就AMD了 AMD其实这一个季度是最差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散户喜欢AMD 每次都有人问 AMD这一个季度是跌的 对吧 Amazon也是这个季度也是跌的 那强势的股票在哪里 一目了然 对吧 一目了然 那大家这边其实都是可以用到的一些工具 分析里面有很多工具很好用 有空的话我们到时候再去展开讲一讲 然后另外疫苗 我也现在想再提一下 就是辉瑞这边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辉瑞这边还是站在警线之上的 所以市场还是比较喜欢疫苗的这样的一个narrative 对吧 对疫苗对传统经济还是有些利好 另外接下来还要关注的就是 Madara也会有些数据 所以不仅仅是 BNTX还有辉瑞制要有疫苗的利好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别的利好 包括今天早上有同学提到的一些别的一些小股票 或者是陪跑的 我觉得这些可能暂时来看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如果要齐全去拨或是有异动的话可以跟进一下 另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次有一支是 这个是这个 大家也知道啊 疫苗在疫情的抗争过程当中 这个首富啊 比尔盖茨是受到非常大的争议的 比尔盖茨也是花了赤资 几十个billion吧 对吧 搞了很多这个疫苗的公司 或投资了很多疫苗相关的 或者说疫情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包括之前这几天打热议的Beyond Me 也是比尔盖茨早期有投资 当然他赚了好多了啊 这边另外还有一支最近我观察到的一支疫苗 这支是比尔盖茨 基金会在后面backup的啊 这支我觉得是新上市 当时我可能没有太强的去关注啊 现在开始这个图形开始走起来了 而且是三角形盘整 地点不断抬高 然后突破啊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边其实是一个下降趋势 急行突破 然后这边又做了一个higher low 然后这边整个是一个圆弧三角形的啊 不是说很标志的这种三角形突破啊 但是是一个圆弧式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啊 突破啊 那我觉得这边是这支股票是其实是有更高的空间 往更高位置走的啊 先不管他估值怎么样吧 我觉得有比尔盖茨在背后 而且这支目前好像关注人比较少 如果说疫苗有动静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相信比尔盖茨这边的看法啊 然后当那本兄弟当时也给了一个比较bullish的评级 然后这边机构啊 或是分析师的一些判断 还是比较的少 以及干净的图形上来看IPO的图 很干净的一个setup 营收这些基本上不用看了对吧 只要他不缺钱 最终能有一些产品出来 或是能有这个看头的话 这些还是值得炒作 这些可以做一些短波段 可以做一些短波段啊 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是会有些机会的啊 主要还是看好比尔盖茨啊 主要是看好比尔盖茨 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些疫苗值得关注的啊 另外就是Modara对吧 也是值得关注的 那最近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关于疫苗的存储啊 运输类的股票 像这个mck啊 这是关于疫苗存储运输的 包括这个奥科马 昨天这个这段时间 辉瑞的疫苗出来说之后 这个零下70度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储存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所以制冷的奥科马 昨天是涨停了 或连续的有行情啊 实际上这个疫苗相关的产业啊 我觉得市场还是非常有期待的 先不要说这个辉瑞资料90%的有效性 安全性这个是怎么样的 对吧 我们不管这东西啊 我们看市场的反应就知道了 市场对疫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而且道指跟中小盘等传统板块的反应 很明显告诉我们 还是很实际的需要疫苗的 对吧 没有疫苗 这些一切可能都支撑不起来啊 所以大家多关注一下能源相关的 包括还有这个Jets 最近还是有后续不断移动 所以我觉得整个航空类的啊 包括原油价格 能源只要不太拖累 航空类的 我觉得这边还是会有不错的 后续的动能的啊 因为我看到最近原油类的是有些疲软 对吧 原油价格很强 对吧 但能源公司这边确实是低位上来 继续往上奔 但是呢 感觉越涨越软了啊 图形方面的话 可能也遇到了下降趋势的一些阻力啊 能源服务能源开采 这些公司啊 我觉得这些可能今年表现比较差的 补涨一下 但可能明年才会有更好的行情啊 但我觉得这些Jets航空公司 最近是看到比较大的一种啊 可以留意一下Jets航空公司ETF 对吧 这次也是我觉得可以值得关注啊 大概就是讲这么多啊 讲那么多 同时刚刚同时这边同学还有问说 空的金可以拿吗 做空黄金可以啊 你看美元对吧 只要美元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话 继续黄金白银 这边我觉得大方向还是向下的 当然我个人有些相对强弱势的一些预期 这边刚刚也分析了 铜的话跟钢铁我都非常喜欢 铜这都属于是基础原料 那跟大周期跟传统板块是有关系的啊 那铜可能涨的有点多了啊 钢铁可能还在下面 像美国钢铁啊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铜可能也跟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啊 如果中国A股最近有点超买的话 那可能铜可能也需要超买休息一下啊 那么看到铜基本上跟FXI 中盖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你可以看哪个走势基本上是镜像的 对吧 那最近中盖有一些弱势 可能阿里巴巴或集体原因啊 那铜这边也会在这里休息一下啊 那这里还是健康的 还是健康的 没有任何破位 没有任何问题啊 然后还有就是Space Space也是很好的公司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我是喜欢关注它啊 我觉得这是属于是信念股了 我可能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信念 我更喜欢有些实际能摸得到的 像MaxR就是我们中长线仓位 可以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潜在可能会做些短波段的 像KTOS啊 今天早上我在石板区里面也说了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很高 这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些高质量的军工啊 这有价值军工 之前大家搜过一轮价值军工 直接在上面可以搜得到 Aerospace跟Defense 分析上面有 这都是按照PE值来排列的话 那我个人这边有一些选择了一些优质的军工 总共有13只股票 这都是一些大股票 又有一些小的 今天早上我又更新了一下这个列表啊 我又更新一下列表 这个列表我觉得我可以再重新再更新一下 我看一下啊 这边 最近大家这个消息很多啊 群里面消息满满的 我都不敢去点开了 CVI A C CVU 不好意思啊 然后还有这个 这些都有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 VSL 加三只 其实这些已经有了是吧 加了 这已经有了 这已经有了 这些是我可能个人比较喜欢比较熟悉的军工 然后Vair这支是不是没有数据啊 Vair Vair应该是有数据的啊 还是改了名字我看一下 Vair 改了名字 这支股票我也去搜一下啊 Vair 这也是原来的 这也是原来的 Stock Is it change name It's Oh OK Wait Vair F 这个好像是被收购了是吧 看看 Vair F 改名字了吗 这也是一只小军工无人机啊这种类似像这种的啊 这只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一下啊 这只代码暂时我找不到 但是这边我们先把这个列表先先加进来啊 刚刚加了一只 Vis L 这支这些我都有了之前啊 好 这连啊 Vair这已经有了 我看啊 Vair改代码了 Vair在最后也有这边之前也加过进去了啊 好 这个代码一会我查到之后再告诉大家吧 这边就不占用大家这个直播录播的时间了啊 14只股票 我觉得是比较优质的军工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大家如果喜欢军工的话 这些列表都是我觉得 值得去参考的吧 对吧 不能说多宝贵啊 值得去参考 里面有很多好股票 刚刚几个重点的我也说了 波音这边 我说了 I promise 20% a day 我们看到也来了 对吧 几十倍的期权也有了啊 最近期权挑战班很爽啊 很爽啊 好 AMD因为便宜 AMD不便宜啊 因为哪有便宜的 看看特斯拉行不行能空不 不空特斯拉 但是我个人不看涨 特斯拉在这个河谷之后 拆股之后 基本上动能就已经失去了啊 当然你不能说做空它 我觉得算了啊 威尔可能被收购了 对 可能我觉得也是被收购 这个列表可以在哪里看 就是刚刚给你看一眼 对吧 你记下来的记下来了啊 记不下来的话 可以回翻这个视频 再去记一下 或者说在群里面 或者说我现在room发给你也可以 room聊天这里发给你啊 这个room ok 就实施股票自己用手去输一下吧 我不想让大家这么懒啊 列表 股票找出来给大家的 还要把这个链接给大家吧 我觉得自己输一下加深一下记忆 可能更好一些啊 好 有同学可以帮我收一下这个VR 看是不是被收购了啊 那今天我想讲这么多 然后大家这边我看到还有些后续的问题 我再留下来解答一下吧 尽量的这个视频简短一下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方便去回看 不想视频太长太长的话 大家没有这个回看的冲动了啊 好 那回到群里面我们的探讨 然后在room里面我再继续留下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这两天我们会有些新的一些 培训或者说帮助新学员过渡的一些计划吧 到时候我再跟大家说 好吧 有问题 有新的计划 在跟大家说 先这样子 我们明天早上早饭直播 我们再见 Until next time Jegren and stay powerful 拜拜